台北歌劇剧场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还有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午安 当然还有刚刚看到好多一些 非常支持台北歌劇剧场 郑庄公社权会女歌曲的一些 合唱团的友团的朋友 都来到我们现场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小得利 祝大家午安 在这个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两厅院 给我们十分非常大力的支持 非常地感谢 在这边代表台北歌劇剧场 跟两厅院支持二万本的协力 当然我们今天来了 有很多位的贵宾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多一一介绍 我领约的代表介绍一位贵宾 就是蒋卫水文化资金会的副执行长 蒋里龙 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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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前任两厅院的董事长 郭维帆 郭董事长 因为郭董事长 但是郭董事长今天下午 原本要出席了 可是人现在还因为 其他的公务在忙 人还在台南赶不回来 郭董事长在 他任内的时间 组成了这部歌剧的诞生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部歌剧的产生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不管在整个构思 还有一些技术方面也好 经费方面也好 都需要非常有一些大力的 一些行政 还有一些经济的一些资源 郭董事长在他任内的时候 非常支持这部的歌剧的诞生 所以造就了这部 正装功社权会的歌剧 但是因为随着他融退 接着他就把这个未完成的工作 移交给我们现在的 两厅院的艺术中间 李慧美的一种间 然后由他继续来完成 终于在今年 已经可以算大勾告成了 我们即将在明年1月29号 到31号这三天 将这部歌剧 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我们现在记者会的一开始 让我来邀请我们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两厅院的节目部 奇葩经理 黄本品黄经理 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请黄经理 那两厅院很荣幸在明年1月 就是两厅院的开示大戏 就是由两厅院去跟 郑老师还有台北战剧剧场 共同来主办的 郑重工社权会 那刚刚其实 主持人都把我的孩子都讲光了 那我就是再次同心 就是郑老师跟我们合作 很多年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歌剧工作坊里面 也帮助我们很多 所以这部郑老师原会 就是用中国的不同的故事 然后结合西方的歌剧的形式 那我相信 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也值得很期待 那也希望就是媒体 可以帮我们多多报导 然后这次也结合了很多的 艺术家跟歌手 都是一时机选 所以其实没有来看真的 很可惜 然后在医院的开心 这么隆重的一个医院的剧情 还有在冬天里面 我们很希望用这部好的作品 然后跟大家度过一个 提前度过一个中国的心理 谢谢大家 接下来要请的是 台北歌剧剧场的艺术人 今天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曾道成 曾教授来问我们自己 这个歌剧我最主要是希望 因为我做了差不多四十几部的西洋歌剧 有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甚至我们到日本中国 俄文 所以我觉得应该 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本位来 就是说我们做本主的东西 应该跟国际接轨 国际的演出 一定要跟我们本主的基础 这个也是张立宏老师常常来讲的 那今天张立宏老师带几位贵宇来 我特别谢谢他 本来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台大一个讲座 刚好十年以后 我们就把它全部都在 也看我们这个 这个两天眼的这个壮观 那你们看到这个两天眼的壮观 那天晚上的舞台更壮丽 希望大家可以来听 我特别的就是说 有人觉得说你做这个歌曲很苦 但是我一点不compring 因为我老师 像我的左转的老师 他已经九十几岁 我会请教 然后如果同贵的人也可以帮帮我 那最难的是我完全 晚贵的学生 这样push我 以前老师叫我学生做功课 现在他反过来 学生叫我老师做功课 那我特别介绍 甚至是我们的这一场指挥书林老师 吕老师 他帮忙的老师 谢谢 他还是台语水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演出还是用台语大管型乐团 我们也很感谢台语大校长 习主任首长 他说学生有这样的机会 是很好的一个学习 那么我另外 尤玉寅他是回来的做旗下 他帮忙我用乐团的 管弦乐 有着错误的东西 甚至说 我有一段是 尤玉寅他是做旗下也是指挥 他有一段 秋天我希望用博博 他进入我 我知道是一个改成英国馆 用销舍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是见过一个平台 让这些年轻的思维会会议 还有一些 英国动革的打鼓的 他还在忙 所以我就没有挺感谢 另外我今天还有一些同学 我高中同学 就各地要从台中那边感染 看看政道留学人是怎么样 可以不可以 同学站起来看一下 谢谢 那么这个戏是 左传里面的第一篇 也就是古林班子里面 就是郑伯克段遗言 在遗言带他这段故事 就是这个母亲帮忙 这个老二伯 老二很帅 来叛乱 然后常常要取这个 把老大母的这个郑伯夺位 把他夺取过来 后来当时这个老二很厉害 他讲一句话 一句话说 他多刑必自闭 这就要从他来 后来他心里非常非常有很好的设计 然后他就停定 然后发誓 我不见这个妈妈知道房权 这一辈子不见他 然后大家说他不孝 所以后来他后悔 那有一位影考树就来献祭 那我们今天的舞台的影考树 跟庄公都到了 还有他母亲也到了 不过他是两千年以后的影考树 庄公是不是吉德手 在不在身边 曾庄公 同声 还有我们很厉害的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很厉害 她可以爱恨分明同时 她有勇于回过 来来那个李子 他们三位代表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 太多的时间 那等一下可以 可以落一下 可以吗 那我想那个 庄民会把整个run给我们很清楚 那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 是 让大家内涵看门道 所以以前的这些歌手来画个章 上给媒体来看 但是我觉得那个幕后工程 我们一直没有强调它 就是后面设计的人 设计组的这个群子 设计服装 设计舞台 设计布景 还有设计灯光的 我们他们都在幕后 甚至羡慕也不会上台 这些羡慕我们需要谈谈 所以我觉得 这些人看看 里面是什么样 所以我把它用英文说 Opera Productions Flover Inside Out Flover Inside Out 来看出来 从后台来看他们怎样制作 因为像电脑设计一样 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成品 很漂亮 可是你们要看到整个程式 整式的设计是多么困难 多么要用它的智慧 我想在座有科技界的很多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 会建议 会帮忙我们来介绍这些 这些歌手 以外我们还要介绍我们的设计者 那么我特别讲到 就是像服装设计呢 这个高一博老师 他工作很久了 可是我们今天 当维稳老师设计舞台 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可是也是我最正确的决定 他很厉害 他血氧跟技术 两辈都很厉害 当然了 都是从石座工程 而且他们从理论进到石座 石座是非常非常优秀 那么所以今天你们来看 不是除了天王的歌手 唱歌看舞台的 这个赏金业目的舞台 壮业的舞台 请你看他们智慧的呈现 就是我今天的重点 还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 那么我就不多说 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 那么下面我需要补充 我再补充说明 谢谢各位的欢迎 谢谢各位的欢迎 谢谢